好,這位朋友問175吉利 他說你怎麼看?覺得還能不能升呢? 呃,吉利真的完全是不想看 是 我覺得我那時候二十幾 二十元,二十二元 我叫大家不要再炒吉利了 那些藝電動車股呢 是,藝電動車 去到十元才彈,彈到12元 哎,升了兩成 但同一個高位不知占了八九七八成 沒有了,我覺得這些股票放棄的了 我想現在就是你真的要炒車的 一定是炒電動車,炒電動車 你香港算的,那你就用比亞迪 或者小鵬理想那些 其實最好都是比亞迪 如果你真的炒的 想買正宗的當然是買Tesla 我想吉利這些 你博反彈,你覺得彈得多高呢? 就是你上面那麼多蟹貨在等你 是的,盡量不要搞了,吉利 那些場戲都是,二三三三那些 放犯一場夢,不要再搞他了 是,即是比開了就不要再 再負責這一類的股份 因為你都沒有上升動力 你沒有上升動力,你怎麼買呢? 喂,我不如簡直給亞迪 喂,我設好指示位 我似乎好像那個動力會強很多 你看看今天給亞迪 因為175或者2333 就是這類的汽車股份 其實我們都保持多朋友問的 朋友的建議就是說 不要碰了 大家車股可以選擇 我可以 kalau卡落 剛好 你好 私 沒有 Restaurant 屁da